连日来,香港爆发了多起暴力示威活动,激进示威者无视法律,在市区纵火,投掷汽油弹,四处破坏,搞乱交通,企图再次瘫痪机场运作。 对此,9月2日,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表示,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对香港经济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都有打击。 香港是法治社会,理性和务实才能谋未来。 社会要有一个和平、务实跟理性的氛围,社会才能够共同团结一致,凝聚社会团结的力量,来发挥经济,改善民生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场暴乱对香港的经济肯定有影响。 短期、中期、长期也有打击。 我只希望了,我们能够尽快地止暴自乱,恢复次序,社会才能重新谋建设,谋发展,谋将来。 唐一年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修改逃犯条例的初心是完善香港的法律制度,但是被一些外国势力和反对派所利用。 他们煽动部分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不满的香港人,掀起风波。 这不仅仅是香港的事,从宏观国际形势来看,是外国势力企图以香港来拖慢中国崛起的速度。 有些外国势力,尤其美国,他想拖我们国家后腿,因为他知道香港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未来国家继续开放,对外开放,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所以来导论香港,希望是能够拖住我们中央政府的后腿。 他知道这个搞不夸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复抗的道路是靠我们自己群众的奋斗和中央政府的领导。 所以他知道打不垮的,但是呢,拖了你的后腿,让你崛起的慢一点,也好啊。 当天,恰逢香港新学期的开学日,香港激进团体鼓励香港学生罢课,而在近期的暴力示威活动中,也有部分年轻人冲上街头,大肆破坏。 对此,唐一年表示,特区政府对香港的教育应该反思,香港的青年人应该从了解中国历史开始,认识国家,中国历史应该成为香港学生的必修课。 特区政府在刚刚回归的时候呢,实在我们做错了一件事的,我们把中国历史呢,从必修课变成选修课,而取代了,成立了一个叫通识教育。 但是我们成立了通识教育呢,没有把这个教育的内容规范下来,要对国家有认识才能爱国,你对国家都没有认识,也更加不认识历史的话呢,就国民教育呢,就更难上,难上更难。 所以,我是认为呢,我们应该要搞好教育呢,我们要把中国历史重新变成必修课。 实在,在一些西方国家,我在美国读过书,美国的学校,美国历史,或者美国的经济体系,都是必修课的。 所以,每一个地方,我相信的所有公民,都需要对他国家的历史,或者在他政治的体积,有一定的认识,透过教育。 唐一年说,尽管香港近期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但是他对香港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香港有很好的发展机遇,可以更好地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香港人也应该看到面临的挑战。 唐一年说,有竞争不是一件坏事,希望未来香港如赛马一样,越跑越快。 我认为,给香港有一点点竞争不是坏事,也就是过去人家说上海给香港很多竞争。 这个当然对香港也是好像赛马一样,赛马你只有一匹马在那个马上,马圈里跑来跑去,它不会越跑越快。 但是旁边有几匹马一起跑的时候,这匹马它有奋斗性的话,它就会越跑越快。 赛马最怕就是你的马没有这个斗性,没有这个斗性,一有人来最赶赏,它就会慢慢退下,这个就是没有斗性,这个是失败的。 但是香港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不光是在新中国的七十年来,过去从一个小渔港,完全没有任何资源的。 我们唯一的资源就是我们的人,香港人的奋斗性实在很强。 所以就算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但是我对香港人还是充满信心的。 客户端。